同样在明天4月1号健保费就要调涨了 但是您可能听别人说过 用健保看病领的药没有自费的好 而今天也有民间团体出面批评 政府一直要民众再多付一点健保费 但是医疗品质却始终没有改善 包括了病人吃的药 还有医院的健保病床 都因为缺乏良好的管理 导致民众的权益受损 到了医院要挂号却挂不到 但健保病床也等不到 是不少民众都有过的经验 民间团体出面批评 这是因为有些医院中心的健保特约病床比例 竟然低于法规标准 全台首屈一指的台大医院 竟然达不到健保的特约床的比例65% 难怪病人一天到晚都在等床 包括奇美医院 新光医院 乃至于长庚医院等等的 也都只有在最低标准边缘徘徊而已 现行健保局规定 公立医院健保特约病床的比例是65% 私利则是50% 但是台大的健保病床 只有59.55% 其他病床都要民众补差额或自费 多保盟说 全台医院病床一年至少赚上百亿元 其实不止健保床没有符合规定 就连原本要缩小药价差的药价调整机制 也不见成效 药价差从原本的民国90年只有46亿 经过多次调整 到了民国98年却高达200亿 还有部分进口药因为没有利润 也退出台湾 造成全国一到两成的患者必须换药 这样一直在砍掉下 从过去到现在 真的已经有很多的产品 已经退出这个市场 虽然有一些有换药的情形 但是其实换药的比例相对来讲 并没有那么多 也就是说很多的医院 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 来使用他们的药 就在健保费即将调涨的前细 民间团体认为民众多缴保费 但获得的医疗品质 却还是原地踏步 他们希望卫生署能正视这些问题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